一对双胞胎徐姓姐妹花 接手经营爸爸40年的老店 两个人传承爸爸的坚持 选用道地的台湾肉牛 煮出最软Q的牛腩锅 而另外卖的私房菜坚持不加味素 老客人没走还来了更多的新客人 不过这对姐妹说 爸爸做的永远还是最好的 养生当道 不只吃得美味 更要吃得健康 保留爸爸的好味道 但是坚持舍弃 未经这一味 老爸尝一口就知道味道对不对 可以吗 汤快点 可以 也不行 今年81岁的徐洪森 路宾滩起家 一开始卖的是牛肉炒面 好味道打出名号 后来靠着这一锅牛腩锅 紧紧抓住老饕味蕾 牛腩它是定外是牛白腩 牛白腩的意思是说 这一层就是好像油 好像金油不是金 它就是这个好吃的底板 最好吃是这个 烧起来好 它不会很肥这样 油不断这样 它不是肥油 徐家上磨胎姐妹传承老爸的坚持 使用到底台湾肉牛 因为耐煮又新鲜 它的嚼劲比较好 那个进口牛它甜分也没那么高 很多客人都说 你们肉怎么那么大块 你没有那么大块 你光煮那个火锅一个小时下来 已经是烂光了 爸爸传承下来说要大块我就大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到我们熬煮之后才发现 原来因为它要长时间的熬煮 它必须要那个 等于要吃到它口感 不计成本大骨熬汤 这个一定要放骨骨头 放了熬了差不多十几个钟头 然后呢 然后这个汤的味道才会出来 加上我们的中药料 才想起就是那个味道 很重要很重要 大块牛肉下锅 汆烫去杂质 接着放入卤锅中 小火慢炖四个小时 牛肉软嫩又带有嚼劲 我会推荐他们的牛腩锅 牛腩锅真的很好吃 肉质又好 又软又Q 味道很纯 因为这可能是台湾牛 一般很少吃到 我每次回来就回来吃 这都是台湾牛吗 我是不知道 但是很好吃就对了 饱含胶质的牛肉汤 浓郁又清爽 吸饱汤汁豆腐 轻咬就饱浆 养生又健康的牛腩锅 让人忍不住一碗 接着一碗 简单平凡的沙茶牛肉 传承爸爸的客家味 沙茶和豆瓣酱调味 精准的火候 牛肉软嫩又入味 搭配新鲜蔬菜 色 香 味 俱全 口水就要流下来 双胞胎姐姐徐岳玲 有着三十多年的厨师经验 厨房里忙进忙出 动作超俐落 和妹妹徐伟珍 两个人接棒进老店 但做老爸的依旧不放心 爸爸像偶尔来不常来 因为我已经也做了二十年了 在这个店里 我本身就做了二十年 所以他应该很放心 我爱也是会说 怕他走味啊 那个味道走样 我们时候常常 有时候是他没有带到 我们住那个地方去丢买室 你以前啊 对啊 也要说说 品一下啊 对啊 打电话给你求救的 对啊 我们品常都是有啦 很注意这个 很注意这个 牛肉真的吃的饲料 现在也都不一样 所以爸爸讲什么都要记下来 我一定要记下来 可是我煮的还是没有他要的味道 两姐妹接棒 战战兢兢 用心做美味 不只留住客人 更重要的是留住记忆中的这个味道 年纪也大耶 有时候也是 不想去管的 对啊 会关心的 在我们来讲 我们还是希望 虽然我们也迈入中年了 可是希望尽量 还是再把爸爸的味道 再抓紧一点 这样子 全牛料理店走过半个世纪 始终不变的是这一位 双胞胎姐妹花接手老店 要让爸爸的味道继续传乡下去